最近買一條天然的大真青 這條魚太大條了 有一半今次試下怎樣做操績 上年情人節條vlog沒有詳細說怎樣做 今次終於有機會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簡單而且是便宜的食物 青魚本身都不是很貴的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介紹一個很地道的日本食物 這個叫做青魚 青魚有很多種的 有些叫做真青 有些叫做青魚 其實真青是什麽呢 真青是好的青魚的品種 有一條非常之大 一條天然1.2kg的大真青 你可以見到它的尺寸其實是多過兩隻手掌那麽長 然後它亦都非常之肥 你看看它的身 你看它的身有多厚 這條魚的鮮度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今次我會做一個很簡單的操績 另一半用來做這個熟成 青魚是否真的可以不熟成呢 有些人說青魚是否不可以熟成 其實就不是的 很視乎你這條魚的鮮度 不過這條魚你可以見到它的光澤 就非常之閃亮亮 其實這條魚我相信它可以做到熟成 不要不要緊 行不行也好 我們這次試一試 另一半用來做醋漬的 大家應該經常聽過的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 大家收看的是不熟不食Cooking Room 我是Arthur 假如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讚好分享出去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 好 眼前這條大真青是從1.2kg天然的真青 可以見到它的鮮度很高 很肥美 這條魚是非常之適合做醋漬 假如你買不到這些大真青 你用真青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就看彩數天然的魚不是經常都有的 這條魚買回來之後 我們事先已經沖乾淨了 其實第一件事我們是要將它熟成 我們是要清一下青條魚上面的鱗 如果你太多鱗 處理的時候就麻煩一些 鱗打到周圍都是 其實到最後都會貼上魚肉那裏 所以就盡量刮乾淨一點 你看看有多少鱗在這裡 所以其實這條魚的鮮度是非常之好 就是把這邊都一樣打一打 將它表面有機會有的鱗就刮走它 鱔馬這些位置都可以刮一刮 不過其實如果你不是想要留鱔馬 就可以不刮的 OK 那我們先洗一洗條魚 洗一把刀 好 抹抹魚身 其實第一件事就要將它起扭 然後就可以灑鹽去脫一脫水 好了 頭在這裡 你可以對一對的位置 預期的前面 OK 在這裡落刀 那我們就直接切下去 就是盡量保留多一點的位置 就方便我們做熟成的時候 就不要說有那麼浪費肉的情況 還有做醋織的時候 都可以保存多一點的肉 所以就有肉的部分就盡量要留的 好 我們在魚鰭位置 前面魚頭的位置 卡媽的上面就拿一刀下去 這樣就切下去就可以了 好 切完之後這個魚頭我們不要 好 然後就可以在魚腩這個屁股洞那裏 就一路一路的切過去 就將內臟拿出來 嘩 有白紙 這個白紙流不流呢 想想 應該都OK 可以拿來吃 這個應該 放在裡面 遲些才攪 跟平時一樣在我們這個血骨的位置 那裏劈一刀下去 切一切 就將它那個血骨位置洗一洗 洗洗它的血骨邊 衝一下 充充它多餘的血 就要盡量清理它的血骨 就盡量少一點血在裡面 我們不斷地抹一抹一抹邊 好 然後就可以將它開半 我們在這個位置就切下去 其實跟我們平時湯魚是一樣的 在這個位置就切一把刀下去 先開一個皮 然後慢慢切 小心 清魚肉很軟 所以有機會你會改爛 不過改爛也不要緊 你自己吃 聽到嘎嘎嘎嘎的聲音就對了 然後再反轉 然後在尾部開始切下去 開一個皮就容易處理 再放下去拉一下 完結條骨 聽到嘎嘎嘎嘎嘎嘎嘎 是否正確 在這邊將刀切過去腩的位置 刀鋒向少許下 即是對著骨那邊 這樣就已經切了一邊 好 這個是我們一邊的清魚 另外一邊我們就不攪 我們這次就用鹽 用鹽最好就是用粗鹽 粗鹽它每粒體積大一點 還有它有一個鹽 進去的速度會慢很多 如果用幼鹽就很麻煩 所以鹽這裏就很緊要 要多一點點 另外就是那個鹽 千萬不用用一些很漂亮的 不用的 你用最便宜的鹽就可以了 因為鹽它功用就是要脫水 皮和肉都是這樣做法 我們反轉 再將鹽灑上魚的表面 肉的部分 皮的部分 全部都要 好了 我們20分鐘回來之後 你看到那些鹽其實已經變得比較透明 其實鹽已經濕透了 其實皮那邊不可以以為它沒有水 你看 鹽都是沒有濕透的 這一步主要其實是做這個脫水的動作 想它的水份少一點 令到我們熟成的時候 那個水份就不要那麼多 沖乾淨魚的表面 我們轉頭出去印乾 好 我們先放在一邊 順便可以清理一些我們想清理的部分 例如是一些血骨 血塊 攬骨攬膜就不用起了 因為我們轉頭是要保護一條魚可以織的 假如你把它撕掉 我們稍後做這個醋織的時候就很麻煩 好 蓋一下印它 好了 我們那個醋怎樣調呢 其實我們那個醋就是用一些叫米醋 你可以用純米醋 你可以用白菊醋 不過你香港應該賣不到白菊的 所以就用純米醋 這裏是500毫升的純米醋 加了大約是100克的白砂糖 我們先放在那邊 其實就無所謂的 我們先放在肉那邊 浸浸浸不要緊 你可以加上綿紫在上面 這樣就令到醋能夠接觸到魚的表面 這個醋織的動作 視乎你條魚的尺寸 這條魚是1.2kg開一半的話 就做大約是20至30分鐘 我們轉頭檢查它的時候 是見到魚肉變了白色 就可以拿出來包好 明天用 其實這個是一個乾戶前的做法 因為以前日本的交通不是那麼發達的 在東京灣拿完魚出來的時候 怎樣可以保存去到其他地方呢 這個醋織是其中一個辦法 當然一些醬油織的做法其實都是差不多道理的 OK 我們這個時候就放進冰箱 我們稍後回來再檢查它 我們20分鐘回來之後 就可以再檢查一檢查條魚 是放在20分鐘冰箱 不要放在室溫 我們檢查一下究竟它的肉變成怎樣 肉我們還未變到它變白 即是封不完 換句話說要繼續浸 浸多久 不知道 浸到它變白就OK了 我照樣看 浸多它20至半小時就差不多 我們稍後回來水看看 好 我們打開條魚 就見到它後面的位置 很多都已經變成白色 然後這個部分其實都由這個剛才的紅色 變成現在非常非常淺的紅色 這個部分是白色 白色白色白色 來到這個尾的部分 就是那條可能多血的位置裏偏紅一點 用棉子 你可以用棉子 你可以用廚房紙 棉子就好一點 它的水分就吸收得好一點 那你廚房紙可能會爛 這個棉子的作用 就要將它醋的成分就吸收了 但是仍然都可以保留到在肉的上面 令到它慢慢慢慢都有這個滲入它的效果 那就不需要特別拿去抽真空 沒有必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抽真空 都沒有說不行 但是通常我做法就包補才指的 好 那我們這個醋色青就已經預備完成 明天吃的時候就再說 OK 明天見 拜拜 第二天就有朋友過來 那就順便請他吃一下這個真青 第一步我們要先將腩骨去掉 天然這個 醋青 嗯 不知道有沒有蟲 不過聞起來挺香 很香 醋味很香 嗯 醋其實就很甜 我倒是忘記去過卡媽 魚客的處理步驟 大家都知道了 找個骨鉗 沿著中間的中骨 就將魚骨拔走它 不要拔斷 拔斷的話 你要再滑入一點再拔 好了 然後將我們要改的部分改走 用手將魚的皮就拉走 那這次這條魚因為我們浸完醋的關係 魚皮是非常之容易拉的 醋漬的時間 假如你掌握得好的話 你是不會說刺過濃 即是說你那個魚肉的中間部分 應然都是生的 除此之外 你的醋味都可以滲入到魚肉的裏面 條鵲魚很肥 早知識兩邊 好吃 其實你拿捏的時間拿捏得好 你是不會將條魚去刺過濃 即是不會說刺過濃 外面是熟的 裏面是生的 而且醋味很好吃 我們割開之後 你可以選擇做八重做 或者是做這個刺身的切割 這次我們沒有多餘的食用花 就擺好好一點之後 就一塊芥末搞定了 這次我們不需要多餘的修飾 家裡吃飯 有時候真的搞那麼多 這條影片分享到此為止 假如你喜歡吧 記得要讚好 分享出去和訂閱頻道 我們是不熟不食 下次見 拜拜